作词 李宗盛 永恒提望这片云海 命已开 心澎湃 眼中的无伤血脉 冲刷痴美的回败 生死外 我主宰 放热血翻几万段的血液 冲刷心 这血液 刀光草变 生死下 燃烧的火焰 生死下 燃烧的火焰 生死下 燃烧的火焰 各位 抓紧了 时间很紧张啊 你看想那个数据是不是有问题 那处的数据吗 以最新实验的为主 好的 李总 一期实验成功 很好 将元素转移前往基站 进行实际操作 好的 好 欧林那边 你处理得怎么样 这个你放心 这次我绝对不会让林业 有任何分身的机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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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taped 今天 我的男朋友雷昊先生 就要当着所有媒体的面 向我求婚 我真是太幸福了 倩倩 我答应你 结婚之后 我会让你幸福的 你看你看 你看 出事了 数据一直在救世 有病毒入侵 快 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突然出现问题 断开 总要连接断口 不行 没有用 数据还在救世 快同志雷光 怎么会这样 不是 快 快 现在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我们的魏永倩小姐 千万千万 永倩 爱你大难 永倩 永倩 爱你同意 永倩小姐 你好 来 请坐 永倩小姐 您一直都是我们心目当中的女神啊 而且 在你这么多年的演艺生涯里 几乎所有的异线男神 都已经被你承包了 不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 什么样的男孩子 才可以赢得你的芳心呢 我呢 其实是一个特别简单的人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 我也渴望能够过上 平静而温馨的小日子 能够和喜欢的人 相守在一起 哪怕两个人在一起 做一顿饭 看一场电影 或者是窝在家里 看书 聊天 散步 或者是 我们俩一起 养一只小宠物 这些点点滴滴在我看来 都是特别幸福的事情 不知道我们的永倩 是否已经找到了对的人呢 要知道我们的粉丝 可是一直都希望 我们的欠宝 能够找到一份 属于自己的幸福啊 其实呢 今天 有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 他就在现场 给你 吃 这 如果你 给香港 买 resultados き 二 谢谢 这是椰子的 是 好准备了 是 是 是 快 快 那边点转一下 不要慌 不要慌 启动解极预论方案 请求数据 保护国王的元素 不要慌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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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要把这个 这是我干避呀 不会 硅 别 你赶 righteousness 人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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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工 没事吧 没事吧 没工 你来了 是啊 不过我真是没想到你还肯约见我 我来见你 不是因为我原谅你了 我知道 你是为了林役 这里景色真美啊 是 久恩 过去的事我不想再提了 请你也不要再纠结过去 自首吧 现在还来得及 警方已经在调查你的事了 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肯相信我 我所陈述的一切都是事实 不管是我的感情 还是林烨的真面目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眼睛 可是林烨他不适合你 你们在一起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童风 你为什么不肯看着我呢 为什么我永远走不进你的心 你知道吗 自从我第一次遇见你 我就已经告诉自己 我就已经下定决心 这一生一世 我都要好好地守护你 童风 你看到的一切未必是真的 请你相信我 我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要好好地守护你 你别说了 你以为你真的是对我好吗 你的心意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把你认为的好强加到别人身上 这不是爱 这只是单纯的战友 童风 童风 难道我这么多年的悉心照顾 在你眼里就只是战友 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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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风 童风 童风你怎么了 童风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英雄救美 不是你最喜欢的把戏吗 不用歇我 敌云 谁让你多事 我告诉你 童风有个三长两短 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 童风 童风 你让我想起来 走 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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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 fino 不是因为最近热度不够 所以才故意成功 永倩 请问新郎到底是谁 难道是因为没有和新郎谈拢 所以闹了笑话了吗 不好意思啊 对不起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听我说啊 今天的男主人公呢 是一名科学家 就在他上台的前一分钟 接到一个电话 他的实验室 研究的项目 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 如果不得到及时解决的话 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这个损失 不仅仅是一点经济损失 因为永倩的男朋友 研究的是 新能源开发 所以这个项目 一旦研究成功 将会给全世界 所有人带来福音 从此地球将没有污染 也没有雾霾 没事 她走之前 托我给大家说一句抱歉 也向永倩说一声抱歉 希望大家谅解 永倩 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各位记者朋友 各位记者朋友 永倩 是不是今天的访问 永倩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请大家谅解一下 你男朋友真的是科学家吗 你男朋友真的是科学家吗 好了好了各位记者朋友 我们今天的访问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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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了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啊 他这样下去我们的心血就完了 快想想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可怎么办呀 可有这样下去的 我怎么跟林叶交代我 雷公 你怎么样 还好吗 我妈妈妈 sure 我怎么样 你硬着 我硬着 我妈妈 我老 collega 我 nog Because 你 到我的 你 你 专 maintaining 回来 我 你 我怎么在这儿 你醒了 怎么样 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 我带你去看看医生 童风 你别这样 我对你没有什么阴谋 我不信 这房子我明明已经租出去的 为什么会在你这儿 先吃饭吧 童风 回头我慢慢跟你解释 童风 你别这样看着我 我永远都不会伤害你的 是吗 没错 我确实想毁掉这个房间里的一切 因为我实在不想让你想起林烨 林烨这个人对你我来说 都是不应该存在的 可是我不忍心 因为这里有你的过往 我不想你遗憾 所以我回国的第一件事 就是租了这间房子 这里面有你的记忆 有你的身影 有你的梦想 毁掉这里 等于毁掉你的过去 我做不到 再美好的语言 也掩开不了你欺骗我的事实 你现在来补救还有什么意义啊 你怎么办 我现在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 你已经被林烨迷惑了 我说的是你不是林烨 要说林烨迷惑我 你只会比他更恶劣 童风 你怎么办 先吃饭吧 你好好休息 过两天我再送点资料过来 都是 从国外快递打包过来的 你读书时候的东西 钱的问题你也不用担心 所有的银行卡 都已经帮你激活 通通归换了 都放在卧室的文件夹里 你回头有时间的时候清点一下 我是不会住这儿的 你不用费心了 这间房子 只有这一把钥匙 你不住 那就我来住好了 反正也是我租的 好吧 你先吃饭 我先走了 我明天再过来看你 饭菜记得趁热吃 我走了 喂喂喂 喂喂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童风也就算了 慧永倩 你一个大明星 难道你也要自暴自弃了吗 你知不知道这一锅火锅里面 它有多少的飘零 多少的脂肪 你是不是以后不准备再拍 时尚杂志的封面了 童风 到底怎么了 别提了 今天发生的事太难消化了 够我琢磨个几天了 我得先储备能量 有了精神我才好分析 服务员 再帮我来两份猪脑 你干嘛你还吃啊 吃脑补脑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被你一条微信叫出来 我都还没弄清楚 到底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李绝文回来了 李绝文 他还有脸回来 他真是脸皮够厚的啊 警察都在调查了 他怎么还没被抓起来 他不但回来了 还到处添乱 还把欧灵给测访了 欧灵 你脑袋还没被抓起来 真的啊 欧灵可是黎叶的死忠啊 你说 他说欧灵父母的死 跟黎叶有关系 你信吗 我不信 黎叶这个人阴险狡诈 他要真想干什么坏事 怎么能留下证据啊 我觉得你说得特别有道理 而且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就算有证据 也早就被清理干净了 怎么可能等到李绝文回来 还找到关键性的证据 这不是胡扯吗 看来李绝文这次是有备而来 不好对付 要不然我报警吧 说李绝文准备囚禁我 报警你的证据呢 囚禁 小姐 你住的是你家 不然说李绝文要伤害林彦 童风 我看你真的是应该吃点重脑补补了 你说李绝文伤害林彦 你有证据吗 你为了一件未来可能要发生的事情 你去报警 你以为那些警察他们都很闲啊 况且林彦这个人情况特殊 你怎么能让那些警察去跟着他 特殊 怎么个特殊法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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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说别人了 说说你吧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 永迁怎么了 自己看看吧 大家听我说啊 来来来 我们来喝一个 就在他上台的前一分钟 接到一个电话 他的实验室研究的项目出现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不得到及时解决的话 能有什么呀 别看了 我就是今天宣布结婚 被雷昊放鸽子了 知道媒体看见我了 因为永迁的男朋友研究的是 永迁 永迁 你别伤心 雷昊他肯定是有事 而且一定是大事 不然他不会在这么重要的场合 丢下你不管了 我知道 雷昊也不是没有分寸的人 可我至今不敢找他 我怕 好了 别难过了啊 来 喝一杯 干杯 你们这些女人 就是太单纯了 有什么事情那么重要 能比今天宣布婚事还重要 还当着那么多媒体的面 你们能不能不要再为这些臭男人找借口 这个雷昊也真是奇葩 是他主动提出来要宣布婚训的 现在倒好 台子也搭上了 人也扮上了 他 他却不见了 我看这种男人啊 他就是欠收拾 小语 你少说两句吧 我说的有什么不对吗 童风 你也是一样 你以为那个林叶他是什么好东西吗 我告诉你 你们俩现在就是入坑入得太深了 没事 我也想通了 如果雷昊他不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绝对不会再这么天天追着他 等着他盼着他了 我真的心太累了 你真的想清楚了吗 不要等他回来再哄一哄 你又放下了你的底线和尊严 屁颠屁颠地扑过去了 小语 你别毒蛇了 我这不叫毒蛇 我是在陈述事实 你看看他 看看他现在从上到下 哪一点还像一个大明星 他一点范儿都没有了 而且还在被一个小小的程序员在欺负 这叫什么事啊 他可不是什么程序员 他是科学家 爱情哪有什么理性可言 来来来 喝酒 来 对 爱情没有理性 但是你们至少得有尊严吧 被人家这样一次一次的欺负 让你们放下自己的底线 放下自己的尊严 你们再任由这些臭男人 这么继续下去 他们只会变本加厉的 你们懂不懂啊 小语 你最懂 我们以后都听你的 听你的指示 好不好 来 干 喝酒 喝酒 去他的爱情 干杯 好啊 来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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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我为什么不要我 你这个大明星真的很难搞啊 为什么 童风 你先上车 我送你回去 你先送他回去吧 你看他喝成这样 你喝酒了你也不能开车 放心吧 我找代价了 不过你也喝得不少啊 我不可能放心你一个人走的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我自己回去 放心吧 好了好了 用钱别闹了别闹了 送他回去吧 那你到家发个微信给我吧 你们赶紧走吧 我发微信给你 听到没有 听到听到 你慢 你慢点啊 慢点慢点 走走走 走啦 你飞了 行了 别唱了 你慢点 你快点回去 我把你疯了 你来自行的 我把你疯了 我快点儿乱去 你把你疯了 这需要用不笔 那就是它的脸 给我拿到家里 她就还爱给人家里 我把你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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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急着 我把你疯了 你是有原因的对不对 你能不能告诉我所有事情的真相 这就是真相 我警告你啊 你没有确定对我进行搜身的 原来你就是那个渣男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一官禽兽 看来你是个内心纠结的人 你给我等着我跟你死磕到底 离我远一些 靠近我 不安全 我明明看你中的刀 浑身是血地躺在我面前 但是你又跟没事人一样出现在归死 是 我实在不想继续装傻下去了 这些日子以来在你身边 我看到一桩桩的事情实在太过虚幻 太过离奇了 是 这么晚了我来送往自己的女朋友回家有问题吗 华木 你怎么着急 好 那我就再相信你了 我等你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干什么 相信我 你居然可以瞬间移动 直接移动到医院 都是她费尽心思的想要接近我 她是我见过最怕的女人 如果你真的爱你 我拜托你 好好地管她 我再跟你说一次 从今以后 不要再出现在我的面前了 这是博物馆里沉淑的先年奉赞 资料书 奉赞主人吴史料记载身份不详 她是属于谦媚的 我 不是地球人 而且林烨 并非我的本命 难道刚才那些 就是属于我的记忆吗 我想到成果如何 曾爱几个回报 诺比重了 我以为上次事情结束之后 你就不会再出现了 我进来的时候 没有看到保安 也没有看到那位静泽的管家 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家呢 我的管家 上不月就去世了 可能是去陪我的父亲了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所以把他们都遣散了 原来如此 我知道 我已经麻烦你很多事情了 这次我叫你来 是因为绝闻的事情 他已经脱离了我的监控 回国去了 原来是这样 难怪最近诸事不顺 不过 你也不用太自责 他会脱离你的监控 也是迟早的事 一个大活人 你关得住他的人 但你却关不住他的心 林烨 其实 是 我很抱歉 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情 我之前 给你的那些实验报告 是不完整的 你说什么 我说林烨拿到的 只是一个拷贝吧 对 我说是真的 让你来 你去找找那些人 然后你去找找找 你怎么会 你去找找找找找找 你去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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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找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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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 那林叶更加不可信 他所做的事情 有可能危害到所有人 天哪 我真的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你还是我认识的那个绝闻吗 姐 我们才是亲人 希望你相信 父亲的毕生心血 绝对不能交给外人 尤其他还那么危险 记住 难怪 我的实验一直没有进展 原来从一开始 方向就有偏差 这本是我父亲的日记 里面就是缺失的部分 我希望 我现在补救不会太晚 谢谢 我从不白白拿别人的礼物 你有什么条件 还请直说 我要你把我弟弟 毫发无损地送回来 这就是我的条件 这恐怕有难度 是 我知道 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我也管不了他 可是毕竟绝闻是我的弟弟 始终都是 所以就看在我的面子上 再给他一次机会 我尽量 为什么你一定要来见我 教授 我来这儿 其实是想问问你 关于当年 在研究所任职的事情 就是因为进了研究所 我才会被关在这里这么多年 为什么这么说 难道 您是被人陷害 才被关进这里的 除了林叶还能有谁 不要以为 他从华木改名为林叶 我就看不出他的真面目 教授 请您先看看这些资料 关于当年那场大火的来龙去脉 警方已经调查得很清楚了 那并不是林叶所放 而是有些人坚守自盗 而您之所以被关在这里 我想您心里应该也大致清楚 当年您发现林叶是个外星人 并且四处发表 外星人要攻打地球的理论 对整个研究所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 所以才被安置在了这里 对于您的遭遇 我非常同情 也很理解 但我想说的是 这件事情 并不是林叶设下的阴谋 自作自受 信号发射站 我已经帮你查过了 表面上这个基站 是国外的一家信息技术公司 但其实背后投资的老板 是孙太 有没有办法 让这间公司为我所用 你知道现在全球的经济 不是很景气 只要你钱出够了 应该没问题 好 那就控制这家公司 提醒对方 千万不能向孙太透露此事 我会出双倍的价钱给他们 没问题 我会帮你处理这件事情 不过 你答应我的事情也不能忘了 好 什么都没了 雷光 我们查过了所有的监控录像 没有发现可疑的人员 现在看来 能做这事的 只可能是咱们公司内部的缘故 而且 实验室门口的监控录像 全部都被洗掉了 这说明 一切都是有准备的 知道了 下去吧 是 洗掉了 怎么可能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洗掉监控 有这个权限的人根本就没几个 难道是欧林 有这个权限的 就只有林叶 我和欧林 林叶不可能 剩下的就只有欧林了 没想到 他终究还是对立床出手了 你们项目研究了这么久 一点进展都没有 项目主管 这就是你们的效率吗 我们是上市公司 不是什么土大款 让你们这些人在这乱花钱 财务总监 预算超之这么严重 报表做成这个样子 我看你不需要在这工作了 你是不是想滚蛋走人啊 财务部门 我需要你们清算一下 把目前维持所有的项目支出 给我做成报表 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还有项目主管 你把你们的项目进度 你们的规划安排 以及你们的预算支出 都给我捋清楚了 向我汇报 明天早上九点钟开会 我不希望出现迟到 或者有人完不成任务 如果出现 这个人就再也不用出现在公司了 散会 天哪 这从林业那里挖来的人也太可怕了 这女魔头跟咱们的大魔王简直是配了一脸啊 你不知道吧 这位邓欧林原来可是林业的左宝右臂啊 那 那为什么来咱们森泰啊 你说 这不都是一个职位嘛 拼调有什么意思啊 对啊 我听说是林业十万钟器 哦 这样 那我懂了 我懂了 你们说啊 来对手的公司工作 你们说说啊 这里边有什么意思啊 这是什么 这是报复林业啊 大家赶紧拿出手机 赵群连 讨论讨论啊 来来来来 跟我说一下 是是是是 是是是 是是 敌云呢 我要找他签字 下午要开会 敌云他不在 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全权代理 他到底在哪里 对不起 五官奋告 你代理 你是法人呢 还是老板 都不是 所以我要见敌云 但是他不想见你 你 我来森泰 是跟你们一块儿对付 是帮你们对付林业的 如果你们这么不配合的话 我看我们没有办法合作下去 是吗 我怎么感觉你是对林业于情未了啊 你对同风才是吧 你不用在这五十不孝百孟 不愧是林业带出来的人 果然是牙尖嘴里 没错 我对同风势在必等 那我也告诉你 我对林业的报复 也是不达目的 势不罢休 你明白了 说得好 既然我们都是同一个目标 又是同一个敌人 那么敌人的敌人 我们应该是朋友吧 朋友 怎么 干嘛不接电话 记忆是朋友 何须对我如此提防 你跟我永远不可能是朋友 最多算是利益的同盟 暂时的同盟 sebelum apart 吉他 下矿 你们 Kes 276 书 千我 这 Job 愚 所以 这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世界藏着你 命运让我们在一起 追寻几时未找到你 在满天星光下的深海里 天野里要紧紧地拥抱着 我带着你 你跟着我 带着你 跟着我 到世界 尽头 优优独播放